到宽敏了,在宽敏刚刚找了一个酒店,65块钱。大家看一下,房间还是可以的,环境还是挺不错的。一个新酒店,这个酒店一看是刚刚装修的一个新酒店,65块钱。房间还是挺大的,挺豪华的,感觉还是挺不错的。给大家看一下,刚刚在宽敏这边住的这个酒店。 床非常大,非常豪华。这个酒店呢,这个档次我感觉有点像那种严肃的酒店。这个价位65块钱,说实话,真是挺便宜的。酒店也是挺不错的。 大家看,房间是新装修的,这个非常的豪华。这个床也挺不错的,这个床睡得非常舒服。 这个非常干净。像我在昆明火车站之前住的那个30的那个,那个环境太差了,那个不干净。也没有斗地的卫生间,环境不好。 嗯,今天在这边住这个65的,虽然说价格贵了一倍,但是环境中心来说好了很多,也干净了很多。之前住的30的那辈子, 啊,都不干净。整个这个房间,嗯,味很大。像今天住这个房间的话就比较好。 还有电视。 还挺不错吧?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卫生间,洗澡的。 还是可以的,相当不错的。 我把买的这个锅,还有水壶也带着了。不知道这个明显能不能上飞机。不知道飞机让不让带这个锅和水壶,也弄不成熟。 嗯,大家给我再评论区留言一下。看看这个过河水壶的话,飞机让不让带。 好,我现在出去给大家在昆明这边溜达一下。 刚刚到昆明火车站这里啊,坐着一线的火车啊,很饿,特别饿。 早上吃了一点稀饭,然后中午也没吃饭。然后坐火车的话,在车上也没有吃。现在下火车以后特别的饿。 第一时间先去找地方吃饭。然后明天的话,坐飞机回家。 在昆明火车站吃一个自作快餐15,非常的划算,非常的实惠。 你把钱包扶下,我转给你,我马上转给你。 你现在宁可待了。 好吧! 我来点itter,我去看ощ clovesummy về昆明仩。 这里是西兵楼桂子尾巴那个山AK咬那个 ÁNDC铁去了潘子尾巴那rians。 我们两边的食criker créer沙也胖子。 Where我们呢? 超过四十多小の房子就是governmental nighttime。 现在出来在昆明这边带大家逛一下 昆明这里的气候特别舒服 天气真的太舒服了 在河口热的要死 到了昆明以后不冷不热 刚刚好 差不多温度的就是20度左右 反正舒服得很 晚上插个短信 在这里真的太舒服了 昆明这个温度真的是好 温度真的好 一年四季如春 这个气候太舒服了 前两天在河口呢不然热死 每天晚上都不敢在这走路 一出门都是一身汗在河口 在昆明这边的话 这个气候真的太好了 今天晚上在这边住一晚上 然后 然后明天中午我起来就做地铁去那个飞机场 然后明天晚上坐飞机到西安 后前的话一个人就能到家 在家里待一段时间 然后在家里配为父母 然后我有可能接下来的话去西安 打联工 去西安盖上几个月联工 然后再挣着钱 到下半年到时候再 再过来越南 但是也有可能去别的地方 现在也不好说 现在还没有绝境 我咱又不知道拍什么呢 不知道讲什么 突然之间又不知道说什么了 这次在昆明这边的话就停留一千 然后明天的话就回去了 本来我想在昆明这边 多停留几千的 多在几千的 但是最主要是我看一下 明天的那个飞机票比较便宜 飞机票才三百多 所以我就订了明天晚上的这个机票 要是明天晚上的机票贵的话 我有可能就在昆明多玩个几千 但是明天晚上的这个机票便宜 实惠 所以我就没有在昆明玩了 就带一千明天的话就走了 好久没有回家了 也想回家去看看 回家去陪下父母 在家里面待一段时间 在这个最近 其他地方天气也比较热 也不想在外面待了 在外面待了这几个月 实在有点待烦了 所以就回家休息 嗯 刚刚在昆明这边吃的一个自助餐 15块钱 真的很划算 15块随便吃 嗯菜也是挺多的啊 挺实惠的 我感觉在全国其他地方的话 都没有这种15块随便吃的这种自助餐啊 我感觉就云南这边的话多 云南这边到处都是 15块随便吃的这个自助自助快餐 非常划算啊 吃着还是挺喝口语的 也挺好吃的 大家看一下昆明这个地方 还是挺不错的 昆明这个地方 特别适合依据啊 最近这段时间的话 这个机票很便宜 嗯我看一下 最近这半个月到一个月 从昆明飞西亚的机票都很便宜 基本上都是三四百块钱 嗯四五百块钱 一般情况是不不超过五百 嗯价格还是挺便宜的 可能最近这段时间是淡季吧 嗯所以机票比较便宜 过年那段时间我回西安 我一看机票要一千块 所以回来我就做了硬转 嗯做硬转的话回去是200多 最主要是明天的这个机票 是最便宜的 所以我就买了明天的机票 在昆明的话 今天晚上就待一晚上 明天就出发了啊 从昆明然后坐那个火车硬转 到西安的话差不多要坐24小时呢 嗯做那个很累特别累啊 我过年的时候坐那个回去 然后坐那个过来 拆着把我累坏了 那个真的是20多个小时 嗯做的人就受不了 所以一般情况从昆明回去的话 嗯一般都是飞机票便宜的话 就坐飞机了啊 最近这个拍视频都不知道拍什么了 最近这个视频真的不知道讲什么 不知道跟大家聊什么 也越拍越不会拍了 越讲越不知道讲什么了 嗯很多网友都说让我 到哪个地方以后 多拍拍哪个地方的这个 风景 还有风头人情 拍拍一下当地的美食 特别这样的视频呢 但是我这个人 不会啊 我这样的话只会拍自己 然后拍自己的日常生活 让我拍这风景我讲不了 拍这美食的话 我也解锁不了 最主要是这个嘴巴太笨了 口才不行 口才不好 不会讲解 我拍风景 没人看 我拍风景我感觉那个 还没有拍我自己在这生活 嗯这个 不放两高 我拍风景拍美食 哎最主要是这个文化 比较鲜薄 这是这是储碑不行 然后不会讲 讲不了 说实话这个拍视频的话 真的还是要 得多学一点知识 得这个脑子里得有东西啊 这样的话才能讲出好的内容 像我这个 知识抽屁太少了 脑子里也是空的 拍视频很多时候自己不知道讲什么 啊 很多网友说让我把 这个昆明给大家介绍一下 拍拍昆明的这个 人文历史 但是这个我真的是不知道怎么讲 但是我也不想去照着网上去念 所以我就给大家这简单拍一下 昆明这个地方还是挺不错的 我感觉昆明这边这个屋价的话 嗯比较实惠 昆明消费的话不高 嗯屋价特别的便宜实惠啊 知道不管吃饭还是住宿 这个各方面这个价格的话 确实我感觉是 嗯蛮实惠的 好我现在逛了一下我准备 回去酒店了啊 回去酒店休息一下 然后晚上给大家直播 你看 这个就是昆明的夜景啊 我现在就在火车上附近这块 在这块溜达 啊刚刚从外面溜达一圈回来啊 然后回来的时候老板还给了一程这个 框架雪啊 服务的还是挺好的 服务态度是挺不错的 这个云南的这个山泉 嗯 啊今天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啊 现在的话我准备 嗯休息一下 等会给大家直播 啊大家拜拜